好 这个苏迪勒台风除了重创乌来地区的交通问题之外 其实在乌来国中小的教室也相当的严重 那么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 沙石是直接冲撞到二楼的教室里头 那么校方表示现阶段是不太敢清理 因为随便一动都有可能再冲刷进来 校方表示现在是暂时不清理 在重启这个结构补强的评估 这是我们目前就受损的教室安排 乌来国中小学校长看到学校历经苏迪勒风灾之后 变成这副模样让他相当惊恐 到底是土石 甚至学校被砸出大洞 毁损相当严重 赶紧联络教育局以及新北市政府球员 希望校园及早恢复原状 加上就快要开学 道路不及早抢通 富山跟下坤部的孩子 还有外县市教师进出乌来不但不方便 也相当危险 连家长都不放心 消防说会提供接驳车 往返接送老师 也会提供宿舍安置 学生的话要等8月20号 富山北107线8.8公里 是否顺利抢通 万一还是没有办法如期抢通完成 同样会安排接驳车来接送学生 派我们学校的交通车 下去在新店捷运站来做接驳 这是老师的部分 那学生的部分呢 我们就有这个区公所的有交通车 可以来接送这些孩子 快开学了交通是一大问题 不止部落孩子无法顺利 前往学校就学 连老师也很担心往返乌来 8月31号是否如期 让学生注册上课 还得看8月20号 通往福山下坤部落道路 是否已经可以通行 既然算入龙新北十屋来采访报道